道歉道歉道歉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8分30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杨广官选团 我们最主要是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年底的9和1的选举 到底这个话题有哪些 事实上因为选举日期的逼近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平面媒体也好 电子媒体也好 上面的这个话题 相关的报道是相当相当的多 我们首先为您关注的是 最近最热门的这则消息 为了因应年底的9和1选举 蓝绿新媒体的大战已经开打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在15号 同步开启了LINE官方的账号 希望可以透过新媒体的平台 来卯足了全力要抢空年轻的票仓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争取年轻族群 认同的这样一些大动作 那么立法委员就说了 在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 行动通讯的资讯流通性 是不容小觑 网络族群将会是年底选战的关键 不过有的立委则是认为 虽然科技提供有效的传播平台 但是政党也必须要提出能够吸引青年族群认同的政策 也就是说有平台没有错 但是平台里面要塞什么肉呢 这可是青年们最重要最关心的话题 但现在也就是告诉大家候选人 除了到处到基层拜票 握手打文宣战之外 现在还有一个虚拟网络平台 也是他们要必须关注的地方 这次的选举其实有几个地方县市 格外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们跟大家整理一下 五个直辖市是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还有准直辖市 桃园的选情 这几个地方都是大家很注目的一个所在 我们首先来看到台北市的选举 这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没错 怎么说呢 因为连战的儿子出来选了 他就说连战是贵公子 他的身份其实受到大家的质疑 但是他其实这一连串宣布他选之后 也看到蛮多在努力的地方 到处去拜票握手 这跟贵公子以前的形象有一点落差 他放下身段了 是啊 所以很努力 既然要投入选战 就要给他用力选下去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在野党则是整合 有五党籍的台大医师 柯文哲出 柯医师柯皮呢 也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一个医师了 就是大家也很关注 另外啊 还有前立法委员沈富雄 他也宣布参选 沈委员的口才一级棒 所以使得台北市的选情非常好看 来听记者杨宇清的专题报道 距离年底七合一选局已经不到半年 朝野有意角逐台北市长的人选大致敌定 国民党方面经过党内出选后 由中央委员连胜文代表参选 在野部分经过多番民调整合后 民进党确定不提名 礼让给台大医师柯文哲以无党籍的身份禁逐 并试图攻占蓝营铁票区 此外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也宣布参选 连胜文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 尽管先前没有从政经验 不过因具备年轻金融专业的形象 一直是蓝营中台北市长呼声很高的人选 他的竞选团队也延览了不少 北市府过去的局处首长 亮丽的竞选团队名单 加上台北市传统蓝大于绿的选民结构板块 连胜文的这场选战应该不难打 但在不少媒体民调中 连胜文的支持度却低于柯文哲 对此连胜文表示 会把这些波动当作台北市民对他的考验 连胜文说 我就把这些民调的这种波动 当作是台北市民对我的考验 因为如果只因为一时民调的这样子的这种波动 我们就惊慌失措的话 那么未来要如何能够带领台北市走过一些大风大浪 要如何能够带领台北市去面临很多可能的危机 我想我们总是不能够只靠一张嘴就想来做台北市 选亲不如预期乐观 除了因社会氛围对执政党不例外 自连胜文宣布参选后 类似灰金如土的传言就不断 可预见的是选战正式开打后 这些攻击只会越演越烈 连胜文必须撕下外界贴上的权贵标签 有效证明自己并非政治家第二代 而是第二代政治家 才能为国民党守住首都 反观柯文哲虽被称为政治素人 民调却能维持领先 有人认为是因为柯文哲不分蓝绿 敢说敢批评 因而获得选民好感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柯文哲较贴近民众的想法 虽然诉求打破蓝绿 但柯文哲坦诚 自己还是比较认同民进党的理念 竞选团队也因为多数是绿营人士 而被奉为小民进党 在野整合之初 柯文哲是否该加入民进党的问题 曾吵得沸沸扬扬 最后他坚持不入党 而改以在野大联盟的方式竞选 为的就是希望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选票 首次尝试结合在野各方 虽然初步整合成功 但未来实际操作仍可能面临难题 柯文哲便笑称 自己的竞选团队是支杂派军 希望能边打选战边改善 未来还有长路要走 柯文哲说 在野大联盟的整合 本来就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讲 这不是什么从此王子跟公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还是要朝向最后目标 还是要蛮长的一段路 除了整合问题外 身为医师的柯文哲因直言 敢言而受到民众肯定 但转换为政治人物后 这些被视为优点的特质 是否会消失 或让选民有了不同感受 也将攸关他的声势 能否保持不坠 在蓝绿两大阵营 捉对厮杀下 前立委沈富雄 试图从中杀出一条路 相较于连胜文与柯文哲 沈富雄这位政坛姑娘 酒精沙场 在退出民进党后 也获得不少蓝营支持者的肯定 这次参选就算最后无法取胜 也必定能扮演搅局的角色 十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曲兆祥便认为 沈富雄将成为关键少数 吸走一些泛滥的选票 对连胜文阵营影响较大 中山大学政研所所长 廖达奇则认为 到选战后期 沈富雄应该会被边缘化 廖达奇说 年底选战 是地方选举 但六个直辖市 及准直辖市的选情 备受瞩目 台北市长选举 更是各界焦点 国民党曾在1994年 台北市长选举中 败给代表民进党参选的 前总统陈水扁 四年后 才由马英九总统 重新抢回台北市的执政权 如今国民党 在首都之一再现危机 加上第三方 沈富雄投下的变数 将使得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 更加诡谀难测 杨广记者杨宇清 在台北报道 看完了台北市 就不能不谈谈新北市 事实上 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票仓 每次首掌选举 几乎都是举国瞩目的焦点 在现任市长朱立伦 上个月底 他宣布竞选连任之后 在野方面也确定 是由民进党的尤锡坤 来代表范绿迎战 由于尤锡坤很早 之前就取得了提名 所以这半年多了以来 已经是勤走基层 默默的耕耘 但是拥有执政优势 而且人气不坠的朱立伦 也自信以对 那么在年底的这场选举当中 目前民调落后的尤锡坤 能不能拉近距离呢 甚至于逆势求胜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但是另外大家也注意到 这一仗能不能成为朱立伦 他更上一层楼的踏脚石 也都是备受关注的 我们来听记者王维庭的专题报道 年底六都直辖市及准直辖市长选举战况激烈 选民人口数居贯的新北市 尤其洞见观瞻 不仅可以先测试两年后总统大选的水温 若能在新北市抢下摊头宝 也形同替全国大选站稳脚跟 民进党积极备战2014年选举提早展开提名时程 今年初就通过由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坤参选新北市长 反观国民党方面 提名时程不断延后 关于现任市长朱立伦会竞选连任 还是直接参选总统的各项传闻不断 经过多方考虑和仔细分析 朱立伦六月底透过脸书粉丝团发文 宣布将竞选连任新北市长 他表示自己很喜欢现在的市长工作 让他感到忙碌而踏实 且新北市有巨大的城乡差距 治理这样一个城市的困难度 不小于治理一个国家 朱立伦表示从各项民调中 不但看到市民对新北市府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大多数市民也都支持他继续担任新北市长 他更承诺既然决定连任 一定会坐满四年 朱立伦说 我既然决定参选连任 未来四年 我一定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 做满 全力为新北市来打拼 我常常在讲 没有人一定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也没有一定哪一个工作需要谁来做 我能够担任市长 就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复报 我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 我从而到尾都是坚持把现有的工作做好 把市长的工作做好 没有做其他任何的考量 未来四年我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 朱立伦在宣布竞选连任之前 面对各方询问和传言 始终都以标准答案 专心市政回应 一度引发基层焦虑 也使得新北市成为国民党 最后一个确定参选人的直辖市 由于朱立伦被看好 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 可以想见在未来竞选过程中 对手将不断质疑朱立伦 是否会坐满四年 还是会中途跳车 朱立伦也必须更进一步 说服选民自己会留在新北市打拼 反观民进党在今年初 就敲定游席坤竞选新北市长 游席坤也积极展开基层拜访行程 不过在台北市长选举 在野整合成功之后 新北市也复制在野整合模式 针对游席坤和台联新北市长 参选人林志佳进行民调 最后终于确定由游席坤 代表范律对决国民党的朱立伦 游席坤在民调揭晓当天表示 台联是非常重要的在野党 他希望取得台联的支持 整合在野力量赢得选举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向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会很快 这个亲自去拜往黄坤辉主席 跟林志佳秘书长 希望获得黄主席 还有秘书长 还有整个台联党的支持 我很希望借重林志佳秘书长 他的这个能力来帮帮忙我 民进党虽然早在半年前就敲定人选 但是外界一度质疑游席坤出马 竞选背后有派系合作的色彩 也不断传出各种阴谋论 加上游席坤与新北市肃无渊源 党内要求振钱换将的声音不断 为了巩固大票仓的选情 曾经参选新北市长的蔡英文 亲自进厨房跳上第一线辅选 由于朱立伦及蔡英文 分别是国民两党角逐 2016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 这次选举结果如何 朱立伦胜选是否影响2016年的布局 都是外界关注英伦再战的重点 朱立伦辖执政优势竞选连任 平日的市政工作 即可收基层败票之功效 加上人气高涨 此次竞选连任 光是胜选人不足够 更意坚扛下国民党北台湾 直辖市长县市长的辅选工作 蓝军领投扬的角色非常莫属 若此一大胜 将电地朱立伦在党内的声势 成为更上一层楼的垫脚石 而目前处于劣势的游席坤 采取水牛战法 以一步一脚印的方式 走遍新北市的基层林里菜市场 希望吸纳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支持能量 表面上这次新北市长选举 是寻求连任的明星市长朱立伦 对上企图异军突起的游席坤 实际上却牵动着两党在北台湾的选情 甚至可能成为下届总统大选的关键之战 央广记者王维廷专题报道 也就是说这场诡决的选战里面 游席坤能不能胜出 大家都在看 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反而更关注了 朱立伦会不会中途做到一半 他就说他要选2016了呢 这个始终虽然他在那天说 他会做满四年 然后可是谁知道呢 到时候万一说 所有的人气指数非常的高 希望他出来选总统 他会不会就说因应人气的这个要求 我们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不过这也都有潜力可循了 这政治人物的这个说法呢 大家都在观察吧 好不过刚在维廷报道当中 我谈到朱立伦啊 其实他的人气非常的旺 而且他也在这次九合一选战当中 代表这个国民党方面 在北台湾成为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所以呢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的选情的部分啊 我们就想朱立伦 他是可以站出来拉抬连胜文的一个选举状况的 好在之前呢就有周刊报道说 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的选情不理想啊 那之前说要跟新北市长朱立伦 组成胜利连线来拉抬选情 好胜利连线 连胜文跟朱立伦要胜利连线的简称 那连胜文就说呢 很多双北合作的计划跟政策沿逆 都按照既定时程来进行 他们希望能够提出对双北都有利的政策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国民党在北台湾的选战打法 是把台北市跟新北市整个串联起来 发挥最大的力量 没错 不过呢在央广官选团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还是会持续为您邀访啊 这些重要的都会区的候选人们 请他们到节目中来献身说法 谈一谈自己的政见啊 毕竟啊 政见才是吸引选票最好最直接 而且是最有利的方式 光是听那些口水啊 可以说是停都停不稳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目前呢我们守定 已经确定要约访到台中市的市长啊 的候选人胡志强 那么当然了 林佳龙我们也在约访当中 希望呢他们两位都可以首度的 在节目中来献身说法 没错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 昨天有个最新的民调 在台中市的部分啊 林佳龙的支持度是48% 这领先现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29% 而且这个数字领先的幅度差距还蛮大的 所以听众朋友 您有什么话想问这两位候选人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信到我们早安台湾 我们节目会代替听众朋友询问 这两位参选人 他们对于台中市的未来 对于台湾的选举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其他的县市我们也都持续在邀访当中啊 那么希望呢 他们也可以在节目中来告诉大家 他们的证件在哪里 毕竟啊 这个选举虽然我们的听众啊 大部分的听众 如果你是在这个大陆地区也好 或者在世界其他各个角落 没有办法参与到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听听这些证件 看看台湾的民主进程 是怎么样去发展的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要传达的讯息 是的 这也是台湾今年下半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新闻了 所以今天听了这么多央广观选团 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想法跟意见 可以来敬给我们 我们电子信箱是 TW007 小老鼠RTI.org.tw 或者来信到台湾台北市 北安路55号 北边的北安全安 北安路55号 早安台湾节目收就可以了 好的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点35分40秒了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带您来看 今天的旅读中国杂志 带你去哪儿玩 人